吴浅自从出演少年时期的赵莫生这一角色之后,就被观众所熟知,外表清纯漂亮的他,也是武汉大学的校花,在那之后,就正式进入娱乐学当了演员,并且在此之后,也出演过不少作品。 但是这两年有关于他的消息似乎越来越少了,之前还有不少媒体爆料过他和另外一位男演员的绯闻,并爆出他已经怀孕生死的消息。 其实一开始对于这一传闻,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,毕竟他的年龄还比较小,况且他才刚刚进入娱乐圈不久。 客观的来说脚跟还没站稳,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,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事业,甚至还那么年轻就生孩子。 但是,最近他的一些的操作,却不得不让人怀疑之前爆料的消息的真实性了。 他在羽翼知名的主播一起直播的时候,无名纸上戴了一个戒指,并且还有意无意地在展示出自己的戒指,很明显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什么。 而他和男演员的绯闻也并没有断过,一直有消息爆出来。 他本人的一部分粉丝也因此脱粉了,并爆出了无限怀孕生死的时间线。 还表示他是又当又利的代表,明明已经怀了孕生的孩子,还要屁脚打粉丝的脸。 因为类似这样的一些消息被爆出来的时候,粉丝都在帮他澄清。 但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的话,很明显,就是让维护他的粉丝尴尬了。 还有一部分人则觉得这是难当的问题。 有人不理解,为什么吴健还这么年轻就任意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把重心放在恋爱家庭的这些问题上,甚至还生了孩子,看来他也是一个恋爱脑。 但是有一部分网友则觉得,不管他干了什么都是他的自由,毕竟他又不是爱豆,也不是流量,没有必要谈和恋爱,都要看粉丝的脸色。 这一点,好像在内地娱乐圈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,不管是谁爆出了恋爱,有一部分的粉丝,总是会受不了而脱粉回彩。 但是作为演员,其实只要专注自己,那作品演技好就行了,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私生活完全公布在公众面前。 但是也有人表示,他也因为恋爱,而影响到了自己的作品,甚至还带此禁足把男主换了。 这很明显是对作品的不尊重,也辜负了粉丝对他的期望。 如果这事实真的,那看来全美恋爱呢,比较严重的女星还不少,对于类似这样的一些女艺人。 你们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